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Dia 法国人暑假举行了长达一个月整的世界杯 时空之龙,也就是我们的中国代表队 做到了小组出盾 并且达成了与主办方的法国在小组中平成9比9平的成就 在我们都开心的以为自己这波世界杯 别说禁淘汰甚至都有可能冲进四强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在淘汰下的第一场我们抽签遇到了世界第一的日本 每个小组的第二打的都是别的小组的第一 世界杯总共四个小组 虽说圣点和法国一致 但是我们的圣场不如法国 所以委居小组第二 也就是说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几率碰上A组第一的日本 然后很不幸这个概率让我们直接赶上了 不出意外的话中国队就要止步于此了 所以就想借这个机会正好更新一下 我老早前就想做这期视频了 2021版单体突进全教学 单体突进日语Tantai to Shin 只引用门将铺出后 利用门将的硬直时间得分的超高阶技术 关注过我们比赛同学应该会发现在实战中 我是很喜欢使用单体突进这个技能得分的 世界杯的保加利亚法国战 全赛瑞树德一般内外战 单体突进这个技术登场率非常的高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得分呢 那我们就要聊聊单体的优势了 它有优点有很多 1.很难完全防住 因为单体突进大部分情况是在对手门前 用一番大范围的过人技 瘫痪掉对面的后卫阵后 营造出一门将一对一的环境 一旦被对手启动了单体突进的态势了 就基本很难防了 而且开启了过人技后的球员一段时间内 是不受非化身断球以外的必杀技影响的 你是不能用DF的技能圈拦下对面了 可谓是很绝望 除非你DF的脱步带的是毛 不是米莲娜 可能还有机会 2.不碰运 单体和别的普射的最大区别就是 单体是否成功 100%取决于自己的修炼是否到位 不像编路或者各种传摄派生 是否成功需要碰运 你得指望自己接应的人是个高的 然后球松脚后 光标还不能切到别人身上 所以单体突进是2013硬实力的完美体现 属于尊贵技术 会的人就是强 没别打 当然我们要排除手柄抽风 或者网络卡顿等不可控要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单体 其实并不是网站最强得分手段 LC的话有机会以后再讲 3.将游戏理回目标明确化 单体突进的理回目标 就是在特定的地方释放过人计 在那之后就是一路畅通 也就是说你玩这个游戏的目标 从想办法进球 变成了在特定的几个地方 成功打开一发过人计 那么你的理回思路就会变得十分清晰 目标也会明确 谁把一个复杂的目标简单化 这么一来你就会发现 得分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就需要注意哪些点了 首先单体突进的难度 肯定在游戏里属于S级了 这个几乎已经不能靠木牙来完成了 需要背节奏 你有大约10帧不到左右的输入区间 错过了就没有了 并且网站是存在延迟的 肯定不会像单体那么舒服 想让自己的突进成功 必须要大量的在线上环境练习 除此软没别的方法 你需要一个小伙伴给你当装 那么刨弃网络的因素 单体想成功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看自己的始发位置 因为自己运气的步伐 能不能对着上门将铺出来的时间 决定你的单体是否成功 首先请各位牢记以下三个 我个人最常用的单体始发位置 1.大锦区白线后 2.点球点 3.大锦区外罚球狐后 这三个位置打开过人机后的始动单体 几乎是必定成功 这也是我玩了这么久 2013后总结出的单体黄金位置 它们对应的步伐分别是 一步半 半步 和两步半 注意这里这个几步几步的说法 不是真的在数角色模型和步伐 这里我指的是选手的步频 球离脚一次后再次碰到脚的 这么一个周期 我们管它叫移步 我们可以看出来 门将出来扑自己的时候 球在离自己最远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慢跑是无法单体的 因为慢跑球是不离脚的 门将扑到球的时候 必能扑到你人 希望各位能理解我这种描述方法 其中半步单体是日本人的绝技 网站环境下配合那一丝丝的延迟 只要能成功在点球点出 打开一发过人机 可以直接无脑输入上下方向 过人动画结束后 百分之百可以甩开门枪 并且扎进球门 而我个人最喜欢用的位置是 大进区白线后 一步半单体的话 可以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大进区内点球点出 开圈的难度还是显得略高一些 罚球胡数始动的话 距离球门还是有些距离 可能会在这两步半之间吃阻抗 从而得不了分 要记住单体的得分宗旨 永远是要快 如果在太远的地方始动的话 就会失去意义 除此之外的位置 比如介于进区白线和点球点之间 或者进区白线和罚球胡中间的某处始动的话 都会因为不乏不合而被门将扑住 所以一定要意识这几个单体 必定成功的点 让自己很熟练的能够精准 到达这些地方 并且开圈 那么单体怎么防呢 既然技能防不了的话 我们就只能靠铲球去防 单体的防守方法其实也意外的简单 你只需要拉一个DF站在门里 避免被对面持球选手一发过人技炸杆子 然后在他准备突进来的时候 正对着他去铲就可以拦下 所以高手之间的对局 你会看到很多单体直接被铲 和想办法让自己单体不被铲的精彩博弈 那么为了躲开类似的铲球阻断 就诞生了一种更高阶的操作叫AB取消 一段突进甩开门将后 同时按传球和射门 瞬间解除自己的硬直 这小时很困难 因为AB取消有可能因为碗按了一丝丝 然后直接被门将扑飞 也可能因为按早一点点 直接愣在那里没有打出来 要记住这些操作在网站中 都是要带着延迟完成 所以就很难 能保证有单体确定冲进门里的话 还是直接冲进去会比较稳 以上大概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 我们讲了单体的优势 单体的步伐 单体的对策 以及派生 2021年我说出来可能各位都不会信 国内小足球社区已经即将扩大到20人规模 即将赶超几年前的日本推特2013玩家社区 其实这么一想 这期视频播放只要突破20就算成功 所以也算是为了帮助所有圈内 以及打算入坑的新生选业们 而出了这么一期视频吧 同时宣传一下我们的InasmaChina 世界杯马上也要结束了 我们欢迎所有对2013还有热情的玩家加入 小妹妹和为什么不放射能必杀云人巫扰了 那么我是迪亚 我们下期再见